上天赐予我们一对眼、一对耳朵、一双手 令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可以触摸到这个世界 但是上天同时给了个心我们 我们又有没有真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呢? 第一集《用心看世界》 会带大家去到西贡的心冲和泥芝庄 我们遇上了一场意想不到 而且准备不足之下的龐沱大雨 西贡的心冲和泥芝庄 在西贡的心冲和泥芝庄 很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旅游的地方 或者是可以吃海鲜 其实西贡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有香港后发院之称的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去到西贡西 就是一个叫心冲的地方 心冲的地方 其实可以从陆路去 也可以从水路去 今天我们就决定用水路走 不过心冲原来最有名的 就是一个湿地的保护区 我们一起出发吧 我们从马尿水码头出发 很快就已经差不多去到我们今次行程的起点了 我们会从心冲出发 经蛇蛇咬再去泥芝庄 整个行程应该都不会太难走 到领队所说 大概是四五个小时左右 对吧 心冲的西面是对着企嶺下海的 其餘三面 就是被西贡西郊野公园所包围的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这里 我们稍后就在心冲湾下船 心冲本来是一个很美的湿地保护区 但是现在如果要看的话 我想真的趁早了 因为听说那里会发展一个干雨呼球场 现在有一半的地方都会铺了人造草皮 我们下一站就会去到这个黎智庄 黎智庄是一个很多路连人士 喜欢去的地方 我们预计下午就会到达那里 当时就应该是潮区 潮队就会看到一些很独特的地质结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火山岩都是六角柱状 但在那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火山岩 就是好像层积岩那样 我们转头就会看到 真的想不到Amy 你看 只不过是几个自船 我们就由一个参加市区的地方很快 来到一个世外桃源 如果就这样这个镜头一看 你问我是哪里 我真的完全回答不了你 原来这里就是香港 不过真的很幽静 真的只能看到小鸟和海浪星 听到那个回音吗 是的 你感觉到那些声音 是由山那里慢慢弹回头 虽然回音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但是在香港这个串金尺土 空间感这么少的地方 回音变得一点都不普通 或者其实大自然从来就是一个最普通 最简单 但是人类又最触摸不到的领域 Amy 嗯 今天这里就是我们第一集 用心看世界的外景 嗯 其实之前我们去户外拍摄 都有经验 也不是第一次 不过今天的感受是特别深的 是的 今天就是2008年的5月19日 我们来到四川大地震 其实已经有七天的时间 我们来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其实现在看到的景物 全部都是很漂亮 大家不能否定的事情 但是同时这七天内 我们看到的大自然那种巨大的力量 其实也非常可怕 嗯 很多时候我们人类都会怨天 或者说为什么这个天要这么无情 这样对待人类 对吗 很多时候我们道家也有句说话 叫大道无情 其实说的就不是说 大自然真的很无情 其实是说大自然 对待我们全部都是一视同仁 不论是有钱人 穷人 什么种族都好 他比我们的东西其实也是一样 嗯 是的 大自然变幻无情 人类的科学怎么进步都好 人类都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就像一只牛 一块石头 什么万物之灵 其实这些只是人类对自己的夸掌 大道无情 大自然 对待所有的动物和植物 都是无分彼此的 人很多时候都要息者生存 植物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看到这些 我认为它们是活得很有智慧的 这个品种叫玉叶金花 看到白色这些 就不要以为是一块叶 原来它是花的花托 因为它的花生得比较小 没有那么显压 就用这些花托 来吸引一些蜜蜂 或者蝴蝶之类 去帮它传播花粉 软体的时候 还以为有些人用白色的油 没有了 偶然一块一块油了 真的挺有趣的 很多时候的东西都要用心才能看到 木耳这样 平时我们在街市 或者家里的厨房都会看到 但是这里 这棵我觉得特别漂亮 它就像花朵 其实木耳来说是属于菌类 所以它会生长在腐烂的木上面 而这棵树 这里应该是腐烂了 跌了下来 所以就拗了些菌 全球首个道教谍视频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 中文字幕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